我和那些鬼魂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曾经是人 而对我来说一直以来都只有永恒的黑暗 但我也不会要抱怨 我的工作呢还比他们的更艰难 但通常回报是一样的 有时候如果老大给了一个任务 那些透明的鬼魂可能会弄错意识 终合搞砸整件事 但像我这样的魔鬼就不会了 因为如果我们把事情搞砸了 那迎来的痛苦将是无法形容的 所以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做好准备 这样的话对于一个恶魔来说 就没有多少事情值得担心了 你好我加油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身为一位魔鬼的职责 说到这今晚我就得走一趟 有群孩子会去一个飞机的房子玩通灵版 这可是一个大错误啊 为什么人类总是会为了好玩 而就忍受巨大的痛苦呢 说真的我还没见过有任何一个人类灵魂 在玩过通灵版后不后悔的 我认为人类是没有价值的 但他们是世界的统治者 是神的棋子 也是老大的棋子 而我们就像他们的骑士一样 我要喜欢我的工作吗 也许吧 我不得不承认 有时候刷取灵魂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但一旦工作完成 就无法避免这种奇怪的空虚感 我曾经和另一个魔鬼交谈过 他说那只是我们的本性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就像那些马屁镜天使一样 他们保护人类 做的就好像那些人值得被拯救一样 他们到底在乎个什么啊 继续回到这些孩子的话题上 我看到他们有三个人 其中一个吓得要死很典型 对了 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内心感受 他们都觉得玩通灵版很酷 我继续很享受这种 感受他们内心想法的能力 其他普通的鬼魂 只知道他们必须很吓人 然后说不 还蛮老头的 他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触摸他们 才能让他们的世界变成一个真正的地狱 好了 那个大个子似乎是他们中的老大 很好 我会让他成为最后的受害者 我的老大很喜欢我的工作方式 因为我总是会先把那些更无值的人当作目标 而不是最应得的那位 这就好像老大在奖励我的不良行为 而且考虑到我的来处 奖励又会更大 爱者们开始点蜡烛 我觉得他们是认真的 若受害者是年轻人的话 可是会更让我兴奋 因为这代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 陷入永恒的诅咒 或者留下一生的心理创伤 这就再好不过了 他们想召唤过去坐在那里的人的鬼魂 那也太无聊了吧 鬼魂的把戏通常都有限 基本上附身他人就是他们最大的能力 但我们能做到的可远远不止这些 我们不但可以附身 还可以制造幻觉 老乱他们的气韵 命运 愿景 还有我最喜欢的 他们的躯体 好了 我差不多也该陷身了 当那个老大说出类似 哦 命运之王啊 这个那个的之类的祸死 我就会陷身 开始吧 首先 我会吹灭蜡烛 然后我堵住了门 他们唯一的逃失方法 是从二楼的窗户逃走 他们就在顶楼 我不觉得他们 等等 哦不 当人类绝望的时候 他们会变得非常冲动 甚至不会考虑他们行为的后果 我记得有一次 我看到一个男人杀死了他的兄弟 就仅仅是因为 他以为他的兄弟是一个怪物 那么这实际上是我弄出的幻觉 他打他兄弟的脑袋 就只是因为恐惧 而不是为了要生存 我肯定这些孩子会受他一生的打击 整个过程很顺利 但作为一个恶魔 我无法从他们的尖叫和悲伤中得到快乐 只有鬼魂通常会这么做 这是因为他们的心灵中 还残留着一些脱丑三干 他们确实很可悲 但现在这些孩子更糟糕 而且其中一个 好像心脏病发作 我从没见过这么年轻的人类会这样 这可以算作我额外获得的分数吗 那个老大四处乱跑 然后 开始出现了 什么对不起 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 这是个误会等等 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是上帝帮帮我们 很可惜 这屋子里没有上帝 只有我 我分析了整个情况 我知道离他们最近的房子有两公里远 所以我有足够的时间 在别人发现他们失踪之前 表演我的把戏 我认为 作为一个恶魔 最好的一点 是你对待人类的方式 可以比鬼魂更明显 而证明这一点的 就是年纪较小的那位孩子 那只融化的手 平常人只要看一眼 他外露的骨头 应该就会造成难以抵抗的创伤 这情形可是可怕的 连一尺的蟑螂都比不伤 说到这 若是一些蜘蛛 从他们的嘴里爬出来呢 果然有效 在这件事上 你不应该有快乐 或类似的情绪 不过你可能会对他们的一些行为感到惊讶 就比如现在的这种情况 友情 他们的老大正在安抚那位 应手融化而被吓坏的队友 他说上帝不在这里 这句话我真的很喜欢 所以他们必须足够勇敢 才能战胜所谓邪恶的敌人的陷阱 这真的有点搞笑 他们可怜的形容我的老大为邪恶的敌人 这根本是多疑的 最后他们都拥抱在一起 这是令人钦佩的 但同时也是愚蠢的 再也没有什么能拯救这些孩子 就这样 三个星的名字 出现在了地狱的档案里 这所房子又再次的被遗弃了 再也看不到任何人类的痕迹 有时我也会想 作为一个人类究竟是怎样的 不仅仅是占有他们的躯体 还要体会他们的处境 他们的思想和情感 可能是一张混乱和困惑的网 他们甚至不了解自己 总是在寻找更多的东西 思考着要如何统治世界 而不是去修补他们的内心 思想和行动中的阴影 也许有一天 我可能会找到一个 能让我改变主义的人类 犯在那之前 我仍然是一个恶作曲者 善恶兼备 但我不会抱怨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